两个队伍都是以大一为主挑战的这边的拳击馆 哎 被掰了 砸到脸上一个全白 我还可曼真顶啊 我连打三个 啊 一席之间 费子 刷屁 费子 上一把是哪 V这把费子真的是难兄难弟啊 啊 这俩哥们现在一个 对很对吧 现在是终极形态 对对 哎呀 这边Pill 嗯 把罗斯 这个 玉锦啊 你的小心思权在哥的掌握之中 是的 还挺悬 其实在中间的对手的是这个对枪的方式 对枪的方式 不是 这两双队上来是知道你的位置的 结果还在 他还要 他就不知道墨包里有什么找宝贝一样 找着找着掏着掏着掏没了 人没了 这波还有了一波反扑 不是个半扑 准啊 LG之前 在本身他们本土赛区也是很喜欢这个铁皮房 嗯 这把又是往这边去运营了一波 但是呢路上被打下来一个 对的 太低了 LG 我空中一飞当飞人 但是被打下来了 能救吗 好像可以 好像可以救 他这个点正好是有掩体 是的 先打药 我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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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扑 我还在 来嘛 来就来吧 谁还不是赛球第一了 真的 真的 你又打不掉他 后续主要是你会合的时候啊 呃 会有点伤 他怕东侧枪险 对 这话难度有点大哦 难度是有点大的 反而自己没了 自己倒在这个位置特别的尴尬 队友都是在马路的后山上 架枪搁在哪里 没架住啊 队友没有架住 架不住 太远了 太远了 托斯一点都没有受伤 嗯 靠枪去压制一下 因为这边要一直在干扰 终于打完了 是 都圈三了 那 第三阶段 结束战斗 是的 小鬼这边的话呢 也是先进城的这个城委的位置 找找信息 呃 做下一个圈的一些预设 但是达纳瓦也是有同样的想法 脸上就有死路 造不成放倒 现在来不投注 嗯 现在主要是达纳瓦的人 已经在往近点 Naviyu往上去走 迪波泰自闭了 啊 Loki 呃 从预秒点上面来说的话呢 小五是稍微低了一点点 蹲着的嘛 这个也确实没办法 对 达纳瓦正面团战还是很顶啊 是的 大德很凶 你看他一瞬之间的爆发力很强 是的 这把Pero就不用多说了 全中心点 忍一忍 有想法 这距离可能不是很好扔 太远了 哦 可以 奇奇 拿了一分赶紧撤 那天霸好像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 好像应该是损失了一个减员了 就是之前被Jenji打掉的Kill 对 就是那一波 是的 是的 就很早的时候 就很早的时候 对 初期的时候 初期转移的时候 情况就不好说了 但也有可能GX和哪位先打 对的 先把右边的Pero给卡死 这也是断了哪位从左边上山的一个想法 嗯 没有没有 最终还是被轻掉了 对面很顶 手段 有余日的补枪很快 哎呦 提前让打满 队友 兄弟你血多你来 Leo 上来 啊 Haven Haven 雷雷双向 是的 进门口 这个雷是炸倒了 这样的话 Leo先去把Haven打了 但是被Totty补枪 拖的这个枪线 啊 充问题了 他们队友打掉了 GX全部能服啊 是的 这哪个队伍 这个红色的对标 Navi 就是他们GX级别 现在哪位上不来 啊 Jenji过来了 Jenji这一波拖出Navi的话 给了GX服人的机会 是的 Navi本来这一波 想去将GX清掉 但是UBA应该是听到 兼计来的车身 想断一手 但是没想到 被Totty补枪打下来了 哦呀 不管了 兄哥们炸人 他肯定是管不了颇下的 他现在只能一鼓 做些和队友 先把这个防具的队伍给清掉 是的 先把GX分数给拿下 哦呀 又是一颗雷 这样的话GX只剩最后一个 这门先补分 哎呀 这个风就不好打了 哎呀 X sample过来应该是 利用道具投资物支援了一手 先把分数补掉 本来以为 Jenji的出现 缓解了一下GX的困境 结果没有想到 拼了 这个被白了 嗯 全白 打了四个 过天被埋了 没想到Foxy一马当心啊 被X sample打了个侧身 这边被枪 全逼过来了 自己也动不了了 皮固的一颗雷 X sample直接被炸到 只能扣雷 又打一个 欧雅手感 拉满 是的 篮圈来 应该是 扶不了了吧 能救吧 能救吗 往前扛一扛 看那个位置 好像有 XO这边的话也巨难手 Elonix 头顶踩了人 反坡后面 也是有人不断的用道具 DNAVA 那是要想明白一个问题 就是你后点 这个Third Eye 从防循出来之后 我的位置是被夹的 他一直在有人去盯 嗯 嗯 反正要扛个压流 Rage P被原点的灵树给击倒 一山之隔 DNAVA回撤了一波 打了一波拉扯 再往上顶 没错 现在反正Pero以及DIY的火力 只能去压制一下 前进入拳 来了DNAVA还是一个满边 先把近点的人给清掉 头顶上A Ason的是两人 那早就在这个边缘位置等好了 这不管是SODAN还是DNAVA 我一个雷 炮好一个雷 三响 三响 补一个炸倒两个 DNAVA没了 DNAVA瞬间被融化了 DNAVA的站位啊 四个人在一个坑内 那现在看一下 天班有没有机会 把所上的全部给清 这个财富的信息 而且知道它是有击倒的 眼里面 泡泡 问题应该不大吧 再来一个 开始 就是一波 泡泡 担任六个淘汰 九个淘汰全队 目前 因为泡泡 我记得他的当时的 微博暗示 是泡泡想打世界赛啊 是的 这波 是的 拉扯一下 因为现在毕竟 呃 天班是三人编制 主要是他还要分人去看这个 DNAVA 好难受啊 GENJI 好不容易混到了前五 现在只能被篮圈给耗死 拿了五个淘汰 天班也是顺利进入到了前四的一个状态 场上了 没问题 琪琪打了一个 这边能不能顶住 能不能继续耐 哎呦 高达第一 对呦 武昌的兄弟 中间有过点烟 有过点烟 挡住了 是的 来了 琪琪来了 琪琪这边 诺人应该是背上没看 没问题 处理完问题不大 好酷 这把即便是天班扑制机现在分数 也已经有很 一个很稳定的一个趋势了 已经六十多分了 对的 战斗一旦打响 两个满边队伍 一定会出手左右夹击 然后最后变成四打四 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对于天班来说 因为已经非常非常的 就是这个局面对于天班来说 已经非常极限了 对吧 已经非常极限了 现在就看最后 四打四 Pero和Acent之间的战斗如何了 现在是有个人数优势 马上的选择 直接往前去顶 不能急 现在今年的补强一定要做到位 先把分数补掉 稳一点 吹起 破点了 这个时候也要往前顶 四打二 撤你兵要你命 打补强 打补强没问题 四打一了 这个问题不大 融化掉对面 是的 Acent的整体战位是太靠后了 是的 他是放了三个 这一波系统打的就非常出色 响枪两兄弟没有被秒掉 锁定了位置 这波是肯定要说 人家拿这个分 对 全部雷都招呼上来了 抱团抱得紧就可以 兄弟们手拉手 直接往这打 没问题 恭喜Pero 今天是